因为军事用地早期可以监控海边 它包含港口的进出 所以其实高点或是漂亮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军事用地 所以这几年呢 因为军事用地慢慢的挤边 然后越来越多的财产 想要来这个地方开发 因为它是一个最漂亮的地方 试点最好的地方嘛 所以其实这些土地 它向来都有非常多珍贵的价值的地方 那现况下确实是处于 这个国土计划共用土地的一块 可是如果将来这个资金区 在不同的地方做解编的时候 这些土地释放出去 它们可能或许都是一些 最珍贵的土地 最有人想要的地方 可是只要一释放的话 基本上就是 刚刚徐老师讲的是国土计划 或共用土地的一些制度的崩址 那除此之外呢 对于环境 对于环境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迫害 我们接下来就请杜文玲老师 来做一些说明 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想刚刚 家律师他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个法条 他的自由是在诸法接空 以及徐老师他提到这个土地 这个松绑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都连结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 面临到的一个环境风险 环境危害到底是什么 那陈如刚刚两位 前面两位有提到 就是说是科学园区 出口加工出口区 产业园区 这些本来经济特区里面 它本来其实是要缴税给 这个台湾的这个事业 当他变成这个自行区 比如说是第一类的事办事业以后 他就有这个棉缴关税 云业税货物税 或是说推广贸易服务费 跟商务服务费 在我们的条文第38条里面 好 那这样子的这个 就是说规范以后 然后他还包括就是说 其实该类事业委托 或者是购买区外工厂加工 货品 工外销者 好 那以及就 客税区的这个下游工厂 他都不需缴税 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一些企业 这些产业的一个发展 他使用了台湾的这个水 电 土地等资源 那这些来做生产盈利 可是他却不用缴税给台湾 好 那我想今天 五月是这个缴税的季节 我们在想说 其实台湾的整个财政的一个架构 以及这个税基的这个不稳 以及不公平 我想有自经区之后 这个部分它会造成我们这个 重新 财政这个重新分配 里面更加的这个不平等 那 就是说在免税跟大幅降低 这个生产成本之后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它会刺激就是说 区内跟区外工厂之间的这个 比如说生产的一个不平等 那区内可能会面临到这个 比如说扩散压力 因为它的 它的不管是在租税 或是说在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政府提供的服务 可能比较好 可是在这个自经区 我们现在好像也看不到 这个总量的管制 那换句话说 在这里面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这个 比如说水资源 能源 或者是土地 那它可能也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污染 可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却没有看到 对于自经区 总量的一个管制 那到底在里面的生产 如果说因为它有这些税负的减免 或者说其实其他的各种优惠 而造成这个扩张 那谁来做法官 那我想这个部分 是对于我们这个环境 可能会造成一个实质 就是风险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再谈一个部分是 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特区 其实污染事件平传 那大家可能最近最常听到的 就是像日月光的一个废血事件 那日月光它其实也是在一个加工处口区 换句话说 在特区内的这个事业的废弃物 空气污染物 或是这个废血的排放审查许可 那它通常都是由这个 不是由环保主管机关 而是由这个特区的一个管理机关 来主导 那资金区未来也依照相同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一旦有更多的这个经济特区 可能这个环保主管机关 对于这个全国污染的管控跟查气 恐怕它的力道也会减弱 那我们也不希望 就是说资金区 它在这个环庭的这个部分 或是说环境的稽查部分 因为在这里面的一个权责 它是好像一个境外的特区 而受到 而不受到就是说台湾原本法律的一个规范 那最后我想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在这个条文第41条跟第42条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前变后场 本来禁止入关的东西 它因为可以透过资金区进入台湾 那这个进入台湾因为资金区是一个化外之区 那所以可是又提供给它一个 就是说可以在资金区跟区外的工厂 的接班工厂可以在这里面运输传送 那我想这如果说其实是 比如说资金区里面 它接受了来自 比如说过去 比如说一些冲种产品 或者说有一些 比如说是过去的这个 比如说外来种 或者说我们禁止的 这个比如说像毒化物 那在资金区里面好像它是一个化外之区 它可以被接受 可是一旦它可以流入到这个区内 也就是这个区外的这个 比如说工厂 那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流通 而且送到工厂加工之后 这些农产品送到工厂加工之后 它会怎么样 在43条它有讲说 应该还要再送回到资金区里面 可是我们知道说一旦送到台湾 这个比如说本岛里面的工厂 那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保证 它未来的一个流向会跑到哪边 所以在这个国内的运输过程中 它可能也会造成污染跟危害 一旦进入了这个 就是说区外的这个工厂 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对于 这些加工品的一个流向进行这个掌握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将会是 就是说我们未来面对这个环境管制里面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好 谢谢杜老师 针对于将来这个资金区内有关于资源的利用 还有将来的一些环境监控的缺乏 做一个说明 那除了我们刚刚从法规 到土地到环境上面的一些影响之外 同时我们也要更加的检视 整个台湾在发展的这个方向跟国家政策 跟这些环境政策 当马总统输了一些